人的性格,可以理解為一個人的行為模式、思想、情感和反應方式。 簡單來說,就是一個人的脾氣、習慣和他怎樣對待其他人和事物。 講到性格是否如生俱來呢? 基本上是有些性格特徵是天生的。 例如有些人天生就比較內向或者外向。 這些是基因決定的部分,可能和遺傳有關。 不過呢,性格亦都是可以後天改變的。 你的生活經驗、環境、教育和和其他人的互動,都會對你的性格有很大的影響。 後天的改變可以很大,但亦都視乎個人願不願意改變和改變的努力有多少。 至於性格和遺傳的關係。 研究顯示遺傳因素對性格有一定的影響。 但不是絕對的,通常估計遺傳和環境各一半左右。 不過,這個比例是因人而異的。 有些人可能遺傳影響大些。 有些人就是環境影響大些。 後天改變性格的因素很多。 例如家庭環境、教育背景、社交圈子、文化、職業、重大的人生經歷。 例如挫折、成功、意外等等。 積極的心態和自我反省都可以幫助改變和改善性格。 總結來說,性格是一個複雜的概念。 有些部分是天生的。 但很多部分都是可以後天改變的。 並且遺傳和環境都是影響性格的重要因素。 史上有不少例子顯示,有些天生性格比較內向的人, 經過後天的努力和經歷,變成了外向型的公眾人物。 以下是幾個著名的例子,艾連德傑尼勒斯·Ellen D.Geneers。 艾連德傑尼勒斯是美國著名的脫口秀主持人,同時也是一位喜劇演員。 他曾經公開表示,自己在年少時是一個相當內向的人,甚至在學校都會覺得不自在。 但隨著時間過去,他逐漸克服了這些困難,成為了一個非常受歡迎和外向的公眾人物。 J.K. 羅琳、J.K. Rowling。 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,J.K. 羅琳也曾經在訪問中透露自己年輕時是一個內向的人。 雖然他一直喜歡寫作,但不是很喜歡公開露面或發言。 但隨著他作品的成功,他逐漸適應了公眾的關注,並且學會了怎樣應對各種場合。 阿伯拉罕·林肯 美國第16任總統阿伯拉罕·林肯在年輕時被描述為一個相當內向和沉靜的人。 他的朋友和家人都說他是一個寡言笑語、喜歡獨處的人。 但隨著他政治生涯的發展,林肯逐漸變得更加外向,並且成為了一個出色的演說家和領袖。 這些例子顯示,即使一個人天生性格內向,後天的經歷和努力都可以令他們變得更加外向,甚至成為成功的公眾人物。 重要的是,他們都努力去適應和面對各種挑戰,並且願意去突破自己性格的限制。 好了,這條片到此為止,下星期再見。 感謝你觀看此影片,如喜歡此影片,請免費訂閱、點讚、留言及傳閱。謝謝你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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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